行政院在明天就要通过公投法 还有总统大选的不在籍投票 现在也让民进党前主席蔡英文很担心 因为一旦草案通过的话 究竟在这个金马投票的台商 可能就会受到中国的干预 影响到投票行为 那另一方面还有两岸现在要互设办事处了 那也因为马总统声称说不需要挂国旗 让前行政院长游锡坤批评 这根本就是自我矮化的行为相当不应该 回到第一次任教的大学 蔡英文演讲跟年轻人分享经验 但却更忧心行政院即将通过不在籍投票 恐怕难脱中国政治算计 极尽可能的排除中国 对我们在台湾尤其在大选 还有各项重要的选举里面的干预 执政党也好或者政府也应该要说 拿出必要的说明 因为不在籍投票若行政立法闯关成功 攸关130万民民众 因为台商可以就近到金马投票 也让中国监控台商投票可能性增高 質疑两岸问题骂政府出卖主权 还有这一件 台湾港澳办事处室内悬挂中华民国国旗 但偏偏马总统却说 未来两岸互设办事处不需悬挂国旗 这不是在讨好中国 而是遵守宪法 绝对是自我矮化 马英九他是我们全民选出的总统 他应该要捍卫国家主权 他这样的做法 我是非常不应当 主权主动退让 在一党质疑自我矮化 就怕骂政府失了防线 为时已晚 三新闻灵魂傅黄彩琳 特别报道